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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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 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 全国安全生产电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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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 ESO square診文 继第二季度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 当前我是面临疫情防控 清明森林防火 防汛防风三重风险 全市上下要提高认识 高度警醒 抓实抓牢各项安全生产工作 全力打通安全防范最后一公里 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时刻保持坐在火山口的危机意识 紧紧围绕建筑消防排水防漏等 亦出现风险隐患的重点领域 紧抓季节性规律特点 全面深入开展梳理排查整治 对发现的风险隐患 要落实闭环管理 动态清零要求 对重大隐患绝不能手软 要尽最大努力进行清理消除 共同努力真正把风险隐患降到最低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传达学习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精神 强调 我是今年强对流天气活跃 强降与阶段性集中 三防形式较为复杂 必须深刻吸取教训 把自己摆进去 以此为警戒 全面对照查摆整改 我是存在的隐患问题 及时落实整改 要加强应对极端自然灾害的应急机制建设 突出加强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 时刻关注天气变化 密切监视雨情水情风情发展动态 提升预报预警的精准性及时性有效性 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抓好抓实抓细 今年三防工作 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市长孙峰宝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 参加市政府办公室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同支部党员们一起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视察汕头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紧紧围绕深入领会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交流学习体会查摆问题不足明确整改方向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发奋进的智慧和力量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会上党支部通报了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和支部各项工作情况 支部同志先后做发言 大家畅谈体会总结工作 检视不足 严肃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曾峰宝认真听取每一位同志发言 并逐一进行点评 指出此次组织生活会有准备有质量 大家在学思建物中坚定理想信念 强化实干担当 束劳为民情怀 精神面貌好 队伍素质好 工作成效好 群众口碑好 值得肯定 随后 曾峰宝就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做好办公室各项工作 结合自己的学习和感悟 与大家进行交流提出要求 他强调 一要好学要系统全面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 不断丰富自身理论水平 做到提高站位 对党忠诚 厚执情怀 提升素养 活化思维 要多向周边兄弟单位学习借鉴更科学更高效的工作方法 要利用好在领导身边工作的宝贵机会 学习领导同志在工作中的好办法 好传统 好作风 二要多思 工作中要勤于思考 主动作为下苦功夫 按照做的比领导交代的好一点的标准 发自内心做好每一项工作任务 三要苦干 要把目标变成任务 任务分解成项目 项目列成清单 清单责任落实到人 狠抓落实 要珍惜平台 珍惜机会 珍惜时间 舍得耗时间 耗精神 耗心血 增强本领 提高能力 沉下心 苦干实干 拿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 做到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四要常悟 工作中要不断误差距 误规律 误亮点 不仅要把日常工作做好做精 更要在工作中寻求创新突破 拿出亮点 做到传承发展创新一脉相连 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一日 以省政协常委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 林峰为组长的省政协专题调研组立善 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情况 开展专题调研 市政协主席邱一辉 市委副书记 秘书长赖小卫参加相关活动 在善期间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金平 龙湖 城海 南澳等区县 实地了解我市政协工作和学习贯彻上级文件精神情况 召开座谈会听取情况介绍 近年来 我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 即庆祝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七十周年大会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自觉加强和改进对政协工作的领导 坚持把政协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 推动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方配合社会关注的良好工作格局 协商民主蓬勃发展 全市政协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为汕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 调研组对我是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给予充分肯定 指出汕头各级党委高度重视 加强和改进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 大力支持政协屡职尽责 全市政协系统思想政治引领积极主动 建言资政成果丰硕 凝聚共识广泛有效 推进自身建设有力 展现出新时代人民政协新样子 调研组强调 要始终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切实助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根基 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广泛协商议政上下十功出十招 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广泛凝聚起来 持之以恒加强人民政协自身建设 全力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副主任梁卓人等参加调研 市政协副主席陈列峰 马清亮参加相关活动 今年以来汕头三大功能平台 华侨试掩区 国家高新区和综合保税区 发挥平台政策优势 提供保姆式服务 全力破解制约项目推进的瓶颈 把中大项目抓在手中落到实处 在近日举行的第一季度 中大项目集中签约开工投产 三集中活动中 三大平台共上线了七个项目 总投资额超20亿元 位于汕头宗宝区的 立达新型纺织面料生产仓储项目 是其中一个开工项目 目前项目的织布厂房 仓库及配套设施同步施工 部分生产设备已经进场安装 争取今年底进程投产 我们这里面一共是有四段建筑物 对那么我们已经有一段 已经能够成功封顶了 就是保税区这边的相关部门 给予我们的支持 才能使我们的进度能够这么快的 作为一家外向型企业 立达深耕纺织行业多年 成为多个国际品牌的 指定面料供应商 汕头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广阔前景 宗宝区功能平台政策优势 和一对一政企服务机制 让企业选择落户宗宝区 企业负责人初步估算了 进口一台价值约1000万元的 自动穿扣机 在宗宝区就能减免80万元的关税 减少我们很大的运营和投资成本 我们出口大概1500万码的胚布 可以相较于我们在其他地方投资的话 大概可以节省差不多200到500万美金 非常有信心在宝税区这边 能够把我们的纺织业做大做好 三大功能平台 落实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 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 推行保姆式服务 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扎根汕头 最近 勇育光电5G半导体光感元器件项目 在汕头高新区西片区启动建设 项目投产后 生产线预计将达到150条 三年内还计划继续增资扩产 创造就业岗位500个 把汕头作为一个我们一个生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基地 然后把那个产能也扩大 汕头现在也在发展这个这个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这个产业 那相关的一些配套跟我们企业的也是比较匹配 气候度也是比较高的 勇育光电是深圳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将开展半导体光感元器件的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助力我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 此次落户汕头过程中 企业对保姆式服务急于点赞 办我们那个项目的施工许可证 到了我们投资的监管协议里面 最后一天了 这个局的人都加班来跟我们办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回到家里的感觉 高兴去这边的政治还是挺多的 项目的那个投产以后呢 承诺可以完成这个产值的话呢 第一年就会奖励我们1000万 如果连续三年完成呢 就会再奖励1000万 近日省政府发布 广东省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行动方案 提出八项行动32条措施 各大功能平台将围绕工业历史产业强势总体部署 强化政策落实 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 不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科技代的一个补贴 针对企业遇到的问题 降低他们的一个运行成本 例如在实施投资提振行动方面 我却将继续落实招商引致一把手的负责制 全面围绕三星两特一大产业链招商 通过全面落实这32条措施 强化政策扶持 优化发展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今天上午春雨绵绵 市革命烈士陵园松柏苍翠 山花芬芳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这里开展 传承应烈精神 奋进伟大征程 继续活动 弘扬应烈精神 活动中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代表 和陵园管理处工作人员肃力 向长眠在这里的革命烈士墨埃和静县花栏 集体三鞠躬 市革命烈士陵园墓包内 现存放着各个历史时期 为国捐躯的72位革命烈士的骨灰 陵园内还安葬着革命母亲 李黎英等四座烈士墓 和在抗击牛田阳728台风中 户堤捐躯的无名烈士墓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市革命烈士陵园 实施临时性闭源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为无法到场的烈鼠 提供代祭扫服务 告慰英烈 慰藉猎烈鼠 要继承革命一致 发扬革命传统 奋进新增成 建功新时代 开展活动呢 表达了我们对革命先烈们的 缅怀和追思 同时呢也鼓励 激励我们自身 要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 搭扎实实的做好本职工作 签明节是缅怀先人 寄托IS的传统节日 也是防控疫情 一风一俗的重要时节 根据是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的通告 3月25号至4月10号 全市所有殡葬服务机构 暂停现场 祭扫活动 山林实行全天后封闭管理 禁止进入林区 开展祭扫活动 我市各地落实措施 确保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今天上午 记者在城海区祥安牧园看到 牧园管理方 已加派工作人员 在各出入口设点 劝返准备前去祭扫的市民 而此前 当地已通过电话 短信广播电视等方式 加强宣传 告知群众暂停现场祭扫活动 我们就在牧园 就积极前一政府 这方面的号召 采取过程促失 执行网上议约 订购鲜花 代祭签证 同时 城海区落实山林防控措施 连上阵就在塔山森林公园 出入口周边设卡 劝导群众不要上山祭扫 踏青祭拜 落实防疫措施 也确保森林防火安全 厚江区在各个上山路口 张贴公告 设卡检查 在达豪街道青云岩风景区出入口 工作人员劝导市民不上山 不聚集祭祀 同时 在山上设置多个森林防火检查点 加强职守 我们还配置了一批消防器材 组建了一支应急队伍和行逻队伍 共40人分为5个小组 对我们辖区内5个伤头进行来回刑查 全力地做好清明期间 疫情防控和身防安静的双落实 今天是文明办联合相关单位 志愿服务队开展 全民戴口罩 文明行动 倡导大家从自身做起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提高自觉戴口罩 接种疫苗等防疫意识 助劳全民防疫防线 在龙湖区清华城小区附近 市生态环境局志愿者 当起防疫宣传员 向市民宣传防疫知识 免费派发口罩 珠池街道丰泽社区联合珠池医院 在现场设立疫苗接种点 为社区居民提供家门口 疫苗接种服务 在市第二人民医院门口 医护人员向市民示范戴口罩 一位老年人在医护人员指导下 掌握了正确戴口罩的方法 也有老年人表示 已从媒体宣传中 学会正确戴口罩 市民就出门出到我们一些密集场所 或者一些比较封闭的空间 那还是要提倡大家戴好我们的口罩 新冠疫苗的接种 也是有效的防止 我们的一个新冠感染的一个有效途径 今天下午 在市区小公园 市新时代文明宣讲志愿服务亲戚队 市复联也组织志愿者 在现场免费发放口罩 并开展劝导宣传 接下来 市文明办将组织 我市多支志愿者服务队 到公园广场 商场超市 村居社区 企业等场所 开展免费发放口罩 及劝导宣传活动 签名假期人员流动增加 疫情传播的风险随之加大 为确保健康出行安全过节 疾控部门提醒 错峰出行合理安排行程 减少不必要出行 中高风险地区 及所在县市区人员 严格限制出行 中高风险地区 所在地市的 其他县市区人员 非必要不出行 确需出行的 需持48小时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严格限制 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及所在县市区 非必要不前往 中高风险地区 所在地市的 其他县市区 省外中高风险地区 所在地市抵月人员 和省内中高风险地区 所在县市区 跨地市流动人员 要申报 要在月省市小程序 入月申报板块申报 要报备 第一时间 向所在单位 居住酒店 或目的地 社区居委 村进行报备 要检核酸 抵达目的地后 三天内 要检测两次核酸 坚持做好 个人防护 少聚集 请大家一如既往地 做好防疫四件套 勤洗手 戴口罩 勤通风 一米线 同时倡导文明简约的祭祀新风上 近日市区保利和府二期的79户业主 在拿到新房庙室 同时也意外地拿到不动产权证 这得益于市自然资源局 市住建局 市税务局 和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等单位 联合开展的 登记惠民 房证同步的便民服务活动 长期以来 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 由于种种原因 业主要等上一段时间 才能拿到不动产权证 导致住权与产权相脱节 一定程度影响购房者 落户 子女入学 抵押融资 资产处置等 为解决这一民生问题 是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 探索推进交房及交证措施 联合自然资源 住建税务等部门 提前介入 窗口前移 简化办证流程 以快捷高效的服务 让购房业主实现 钥匙房本同时拿 目前交房及交证服务 已在四个试点楼盘开展 能够同时拿到 新房子的钥匙和房产证 是双喜临门 效率很高 首先是实现 领跑动和不见面审批 网上放证的新模式 由开发企业通过网上申请 从量房闯于登记 购房人在线缴纳税费 不动厂登记交易中心 在线售理 审核登铺 核花不动厂权证 全程无需申请人造场 我们还与税务 住建部门联动 升级改造业务系统 网上并联办理 通过信息共享 避免群众重复提交材料 接下来我们还将密切与地方政府部门 严重合作 深度参与汕头社的建设 龙湖区在探索能源绿色转型升级方面 先行先事 近日与南方电网广东汕头供电局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分布式光伏开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三方将加快推进龙湖区分布式光伏项目合理有序 高效开发 进一步保障电力供应充足 能源清洁安全 助力汕头坚定不移走好工业立势 产业强势之路 现在安装好了 就是每个月的发电量大约有三万多度 并往两个多月以来 就是节约大概的电费是有八千多元 减少了二氧化烫等排放物大概55吨 针对西卢镇违法用地问题突出 严重拖朝阳区违法用地整治工作后腿的实际 连日来朝阳区洞真阁推进拆围专项行动 约谈西卢镇党政主要负责人 对西卢镇分管线条领导 镇相关职能部门责任人 电后村党支部书记进行停职检查 西卢镇认真吸取教训 先后拆除全塘村非法占地 约2.2亩搭建的一处厂房 以及电后村非法占地0.47亩建设的两栋楼房 和平镇则拆除大丰丰景区 总面积约700平方米的11间违建铺面 为创建国家4A级景区夯实基础 好观众朋友 这次的汕头新闻节目就播送完了 请关注汕头新闻 微博和微信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